大家好,这次分享一下可以加速生成图片又不会令质量差太多的放大算法。 上面这些也是用同样方法生成的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次使用的是TuneMix LV5.101版本模型。 先把使用的文字参数复制到StableDiffusion里使用。 图片尺寸为768×512。 先来测试一下现在的参数生成的图片。 生成这张圆图用了6.08秒。 现在打开高清修复功能,找我自己平时常用的这个4X Decompress Strong放大算法。 再调整一下参数。 现在生成第二张图片。 有开高清修复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 把重绘幅度值和CFG值调小一点,避免图片出现有太大的变化。 开启CtrlNet的Tile功能。 在脚本里选Utimate SD Upscale。 在Target Size Tab选Scale from Image Size,Scale值为2。 再选4X Decompress Strong放大算法。 刚才忘了看生成第二张图片的时间了,现在看一下生成第二张图片用了15.33秒。 再确认一下设置的参数。 这里计算一下,图片的宽度1152放大两倍时的尺寸是2304。 这个尺寸用来计算放大十分快的尺寸大小。 再来计算一下,图片的高度768放大两倍时的尺寸是1536。 这样可以计算放大十分快的尺寸大小,尺寸大小因显卡而定。 这里选Chess。 图片放大的分块大小会影响生成图片的时间,较新的显卡分块可以设置得大一些,但显卡的温度会上升快一些。 生成第三张图片用了39.75秒。 到文生图里,把放大算法换成UltraSharp,把种子号码换成现在这张图片的。 生成第四张图片用了15.9秒。 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 把放大算法换成UltraSharp。 再按生成。 生成第五张图片用了37.91秒。 回到文生图里,把放大算法改为UltraSharp和GeneralWDN4XV3。 生成第六张图片用了13.5秒。 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 生成第六张图片用了37.63秒。 把放大算法换成UltraSharp和GeneralWDN4XV3。 生成第六张图片用了27.98秒。 使用UltraSharp和GeneralWDN4XV3放大算法,时间比另外两个快了差不多10秒。 看一下这四张放大后的效果。 这四张图片放大后的效果区别不是很明显。 这次测试图片都会分享到网盘,也有另一个视频是这类咖啡厅女孩的。 编号00077是第五张用UltraSharp放大算法。 编号00079是第八张用UltraSharp和GeneralWDN4XV3放大算法。 两种放大算法区别不是很大。 这次主要是分享使用UltraSharp和GeneralWDN4XV3放大算法,可以再生成每张图,节省一些时间。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如果还没关注的请加个关注。 到时更新的视频时也可以及时看到,最后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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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